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松12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饮料 它的消费概念是退火解热 它所要传达的讯息是世代追梦的精神 数位世代品牌思维是什么 黑松12是一个传统商品 食品的制造商 所以我从产品的开发的角度来先回答您的问题 去年我们在去年和前几年 食安议题一直笼罩在我们食品产业里面 所以我们在食安议题上琢磨比较多 也是投入比较多经费的地方 我们也设立了食品安全分析中心 这个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另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性跟健康议题的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在产品的开发里面也针对消费者关注的议题 健康的议题 比如说减糖的议题 来做产品的改善 另外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使用自然环境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们在环保议题也投入 比如说我们投入在制造三厂 这个新的工厂里面 这个新的机器 也是能够让我们减低人员的耗损 跟这个资源的减少资源的利用 我们传统来看 是一个业务导向的一个公司 前一个时期 那现在这个时期 比较属于行销导向的一个公司 那行销导向 我们在这个行销的内容 或是工具上 因为还是研习比较以前那一套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固定的一些媒体 那所谓的媒体 我们的想法里面就是报章杂志 电视甚至网路 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 比较表面上要去做 我们当然也投入在网路上的一些作为 比如说YouTube 这些围定类的拍摄 希望能够接触消费者 但是消费者是一个很难琢磨的 由我们自己的新的产品的开发来看 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开发的一个 消费者应该会喜欢的一个high plus的产品 我们结合碳酸跟一些果汁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 而且消费者也觉得是非常好喝 问题是说要如何达到消费者的手上 这是最大的难题 跟我在讲这个媒体一样是一个表象 大家都知道这个表象 但问题有很多 我们很难摸得到 说是这些年轻人 或他们想 他们能够接触到 或是他们生活上能够到达的地方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人来提醒我们 或是导引我们去往那一个方向来走 所以在这个行销 行销上虽然有这么多年 91年的这种行销的做法 也是有跟上时代 但问题现在媒体的改变 或是数位世代的改变太快了 所以我希望说年轻人能够直接 来提供我们一些想法 所以让我们的产品能够 达到他们的手中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都会用一些 不管是音乐 或是艺人这一类 或者是甚至到这几年的运动明星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像的杨黛岗 那我们其实就是很努力的 在跟年轻人做一个沟通 就是透过他们喜欢的一些人事物 去做一些 让他们觉得 欸黑松沙士现在其实很好玩耶 不是像以前我们回阿嬷家 才会喝到这样子的一个口味 那其实像比如说今年 我们也有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超大的地景 然后你可能站在前面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说 欸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一进的时候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海的坑 那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就可以跟你的朋友或你的同学啊 就玩一些比较创意性的表现 那同时我们其实也有透过一些 网路上的设计啊 或者是像APP这样子的一个执行 让年轻的人 或者是现在使用手机的人 他有不同跟黑松沙士的接触点 那这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 那其实就是在同学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更想知道同学他具体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或者是他认为黑松沙士 他其实有怎么样是现在心形 他一个热血或者是追梦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在校园的活动里面 因为其实现在校园的活动 跟我们以前可能又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真正的深入校园 然后用同学真正使用的一些软体啊 或者是说网路上的活动 让整个案子可以更活泼 那当然我们也会提供更多的协助跟互动 去跟同学搭上这个桥梁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在黑松沙士的整个行销团队的一个协助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请广告部的同仁去做一个协助 那这部分呢 有可能会提供一些媒体 或者是资讯上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请就是在公司内部一些比较高阶的主管呢 去给大家一个指点 那这些呢 对同学来说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经验 我相信呢 会有一个非常棒的火花 这是一个数位时代 那我们年轻人都在追寻一个 自我表现的一个时代 大家也不应表现自己 所以我们在看Instagram 或是Facebook上面 大家把自己的理想或是想法在上面表现出来 那对一个消费品 是最能够让各位去表现出来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 因为你所做的行为都可以在市面上看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有机会 或是各位能够来参加这个选文的题目 来做ATCC的一个案子来讲 我觉得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黑松更期待 大家能够把这个理念能够来落实在我们整个黑松的行销作为里面 所以我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来选这个题目 欢迎各位同学来参加ATCC的活动 并选择黑松的案例 让我们有机会把黑松这个品牌插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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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